蜈蚣和郭郭疯狂对战 结果会怎样 今天康康带大家安排 我们先放入蜈蚣 刚进来 蜈蚣在疯狂探索 嗯 你这是干啥 让你来战斗 你以为是来上厕所呀 哎 康康收拾吧 接下来 我们放入郭郭 比赛正式开始 一进来 郭郭就蹦蹦跳跳的 而蜈蚣则继续转圈圈 郭郭一个后空翻 躺到了地上 而这时 蜈蚣在靠近 郭郭吓得赶紧爬起来 蜈蚣还是咬了上去 他们太快了 慢镜头回放 蜈蚣咬郭郭 被郭郭一脚踢开 直接踢到蜈蚣脸上 蜈蚣没有放弃 又追了上去 结果又被郭郭一脚踢开 郭郭两条腿踹飞了蜈蚣 趁着郭郭摔倒 蜈蚣又跑过来 对着郭郭的头 就是一口 不知道咬到的郭郭没有 我们继续往下看 蜈蚣又走到郭郭跟前 对着郭郭的脖子 就是一口 这一次 是他俩互咬 郭郭依然躺着 就在蜈蚣靠近的瞬间 郭郭起飞了 看这伸手 在刚才的战斗中 郭郭并没有吃大亏呀 这个姿势下 郭郭的两条大长腿 让蜈蚣很不爽 蜈蚣在慢慢靠近 突然蜈蚣扑了上去 他们俩撕咬在了一起 我分不清谁在咬谁了 我们慢镜头看一下 分开的瞬间 郭郭在咬蜈蚣的尾巴 蜈蚣吃痛 甩开了郭郭 打完之后 郭郭躺着一动不动 蜈蚣折到墙角 开始舔失自己的伤口 我们近距离看一下 蜈蚣在自我疗伤 在舔失自己受伤的地方 在刚才的战斗中 郭郭虽然咬伤了蜈蚣 但是蜈蚣有毒呀 他只需要一口 就让郭郭可以毙命 他们俩的命运 到底会如何 我们接着往下看 看着一动不动的郭郭 康康想试一下 他是不想起来 还是起不来了 看来郭郭确实中毒了 身体已经不受控制 郭郭把沙子 踢到蜈蚣脸上 吵醒了蜈蚣 蜈蚣靠近了中毒的郭郭 趴在郭郭身上 张着毒牙 在感受郭郭 是否还活着 我们近距离看一下 随着时间推移 郭郭中毒越来越深 基本上他结束了 蜈蚣的脚 环绕着郭郭 他已经把郭郭 当成自己的美餐了 大家好 我是康康 如果你也喜欢我的视频 请记得点赞关注我哦 我们下期见